韩国首尔地方法院今天下午最后一次开庭 对韩国前总统蒲警惠闺蜜门案进行一审宣判 在18项的罪名指控中 法院裁定16项为有罪 宣判蒲警惠被判24年徒刑 与180亿含还的法金 而蒲警惠本人则向法院书面表示 不会出席 韩国前总统蒲警惠去年3月入狱 被指控18项罪名包含收受贿赂 滥用职权及泄漏公务机密等 检察官对他求储30年徒刑 罚还1185亿含还 闺蜜门案的一审宣判 在韩国当地时间下午2点10分展开 蒲警惠的支持者在首尔地方法院外 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行动 为了防范大规模的冲突 韩国政府出动了4000多名警力 维护秩序 气氛紧张 审判长宣读 在蒲警惠与崔顺石共谋 强迫各大企业捐款认定为有罪 在三星集团被迫向崔顺石亲戚 经营的英财中心捐款一案 认定蒲警惠滥用职权与强迫罪名 乐天集团与三星捐款案上 分别均认定为贿赂罪 蒲警惠被指控与崔顺石 共同制作文艺界黑名单 打击特定艺文界人士 法院认定蒲警惠滥用职权与胁迫罪 新闻时事报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导 中指人从源为责赂罪无悪 若亨职员交捐出 均 tecnología